一口气看完隋朝37年历史 隋朝和秦朝一样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 但他却结束了纷乱近400年的三国两进南北朝 还做到了别的朝代几百年来做不到的事情 他有最早的银行 最长的大运河 选官不问门第的科举制 延续到清朝的三省六部制 以及后世立法模板的开黄律 都出自隋王朝 全盛时的隋朝将于东启金辽宁省 北底大漠 西至甘肃敦煌 南距越南 国土面积467万平方公里 人口数量近5000万 是中国历史上上承南北朝 下起唐朝 自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 但他迅速兴盛又快速灭亡 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反差最大的王朝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口气看完隋朝37年的兴王盛衰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 是南北朝时期 西魏到北州名将杨忠之子 杨忠因跟随西魏权臣宇文太 建立西魏政权有功 而被封为隋国公 位列西魏十二大将军 地位仅次于八祝国 宇文太病逝后 他将权力移交给侄子宇文户 随后宇文户逼迫西魏皇帝 圆阔善让于宇文太之子宇文爵后 建立了北州政权 北州建立后 宇文户专政 他在三年内连杀北州孝敏帝宇文爵 北州名帝宇文玉二帝后 又拥立宇文太第四子宇文雍为帝 视为北州五帝 而关二代杨坚 在父亲杨中的加持下 14岁就被征辟为公曹 开始进入仕途 15岁又被授为车骑大将军 16岁进封为票骑大将军 17岁时 北州八祝国之一的独孤信 看中了杨坚气质非凡 于是把14岁的独孤杰罗嫁给了他 27岁时 他的父亲杨中病逝 杨坚承袭了父亲随国公的爵位 此时 北州五帝宇文雍 在吸取了前两位兄长 被宇文户杀害的教训后 暗中积聚力量 最终诛杀了权向宇文户 夺回朝政大权 北州五帝夺回大权后 为了笼络杨坚 便为他的儿子宇文雍 那娶了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太子妃 从此 北州五帝对杨坚更加礼重 此后 北州在宇文雍的历经图治下 国力日益强盛 而与北州对峙的北齐 在北齐后主高尾腐朽的统治下 国势摇摇欲坠 于是 北州五帝宇文雍 在看到北齐混乱的局势后 发起了攻灭北齐之战 此战 杨坚跟从北州五帝灭亡北齐 统一北方 从而为以后杨坚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 公元578年 雄才大略的北州五帝宇文雍并逝 其子宇文雍即位 视为北州宣帝 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也被封为皇后 杨坚因是皇后之父 而被晋升为驻国大将军 北州宣帝宇文雍即位后 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 为了更好的享乐 他在即位的第二年 就把皇位善为于其子七岁的宇文产 视为北州境帝 自己责称天元皇帝 并终日在后宫与嫔妃宫女们饮酒作乐 580年 在位两年的北州宣帝宇文雍 就因纵欲过度去世 年仅22岁 北州宣帝死后 他的近臣流仿和正义 因和杨坚有救 便伪造诏书 让杨坚以外戚的身份辅证 于是 北州境帝宇文产拜杨坚为大丞相 百官皆听命于他 从此杨坚赌长朝政 杨坚当上大丞相后 就开始了篡夺北州政权的计划 他首先将北州皇室诸王都召来京师长安 防止他们反抗 随后 宇文太的外甥向州总管玉池九 因不满杨坚专权起兵叛乱 杨坚派北州名将为孝宽领军将其击败 从而为称帝铺平了道路 581年 万事俱备的杨坚逼迫北州境帝善位后 篡州称帝 视为隋文帝 因父亲杨忠 被北州封为隋国公 固定国号为隋 但杨坚又认为隋的偏旁游走的意思 恐不想便改为隋 并定都长安 但当时的长安破败狭小 杨坚便在城东南龙守山 创建了一座新的都城 名叫大兴城 定为隋朝新都 同时策封独姑且罗为皇后 长子杨勇为太子 同年 杨坚将九岁的北州境帝宇文产杀害 自此 享过二十四年的北州灭亡 隋文帝杨坚称帝后 着手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此时 隋朝统一天下的对手 只剩下南方的陈朝 但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 在其克汗杀拨略妻子 北州千金公主的劝说下 以给北州宇文氏复仇为由 突然侵犯隋朝 隋文帝由此决定先败突厥 后灭陈朝 隋后 隋文帝派军大举讨伐突厥 在击败突厥后 隋文帝又利用当时突厥有四位克汗 相互不合的情况 采用长孙胜的离间之计 让四位克汗自相残杀 纷纷归降 其中 东突厥沙波略克汗 还给隋文帝上尊号为圣人克汗 从此 隋文帝成为突厥名义上的君主 588年 解除了北方突厥的威胁后 隋文帝阳间派晋王杨广出六合 杨骏出襄阳 杨素出永安 三路大军 共50万大举伐臣 而此时 陈朝陈后主却身居高阁 整日里花天九地 属于戒备 致使隋军很容易就渡过长江 攻入陈朝都城建康 活捉陈后主 自此 享过32年的陈朝灭亡 不久 各地的陈军 或受陈后主号令投降 或抵抗隋军被消灭 只有岭南地区 在险夫人的带领下 仍然保镜聚首 590年 隋文帝派维光安抚岭南 岭南圣母险夫人 顺应历史潮流 率族人归附隋朝 自此 隋文帝统一全国 结束了纷乱近400年的 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 统一全国后 隋文帝杨坚立京途制 对社会各个领域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以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 他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 又将地方的周 郡 县三级制 改为周县两级制 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在选官上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政治 确立科举制 从此选官不问门帝 同时又修订开黄律 设置粮仓 改革货币 整顿户籍 还多次减免赋税 经过一连串的改革 隋朝经济繁荣 仓储封实 民生负数 人口达到四千五百万 整个社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始称开黄之至 但随着国家承平日久 隋文帝在位后期 逐渐变得多疑猜忌 挥霍无度 并且听信皇后独孤企罗之言 废处太子杨勇 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 从而为隋朝埋下了王国的祸根 602年 一代贤后独孤企罗去世 终年59岁 隋文帝悲痛无法自拔 开始在宣华夫人陈氏和荣华夫人蔡氏等青春美人那里 找点人生欢乐来往却愁苦 604年 隋文帝患病住在仁寿宫 而太子杨广趁隋文帝患病期间 飞离了宣华夫人陈氏 隋文帝得之后大怒 派人召费太子杨勇进宫 准备废除杨广 复立杨勇为太子 但却被隋文帝的宠臣杨素向杨广告密 杨广得之后 假传旨意将人拦截 并迅速调来自己的亲信士兵 包围了隋文帝的住所仁寿宫 不久后 隋文帝杨坚离其去世 终年64岁 在位23年 同年杨广即位 视为隋阳帝 隋阳帝是一位有远大志向的皇帝 他以大业为年号 就可见其志向高远 为了能像秦始皇和汉武帝一样 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 也为了满足自己娇奢淫逸的欲望 以及摆脱关隆门阀的控制 隋阳帝下令迎建洛阳 并定为新都 又以洛阳为中心 修建了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 同时还修持到驻长城 在隋阳帝刚刚即位时 隋朝的国力仍然强盛 然而在其统治的十多年间 为了修建这些工程 前后争调劳役和兵役的人超过一千万 当时隋朝全国的人口有近五千万 若男子占一半 则是两千五百万人 除去老弱病残 也不过一千万人 成年男子不足以服役 就由妇女充当 她们日夜不停地施工 民工不堪忍受 有近一半的人悲惨死去 装运尸体的车辆往来不绝 隋阳帝的所作所为 已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力 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 从而激起人民的反抗 最终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但这些工程 却提升了位于关中的隋朝 对北方地区 关东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掌控力 带动了中原与南北各地区的 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 也为后世一千多年间的繁华提供了条件 612年 隋阳帝为了收复被高沟黎侵占的辽东地区 第一次亲征高沟黎 此战 隋阳帝征调士兵113万 民夫200多万 然而 隋军虽然攻至平壤附近 但最后却因隋阳帝指挥错误而大败而还 期间 王博卫抵制隋阳帝征伐高沟黎的征调 率领民众在山东发动起义 从而引爆了隋末农民起义 虽然 起义很快就被隋军镇压 但却带动了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局面形成 敲响了隋王朝的丧钟 613年 隋阳帝第二次亲征高沟黎 此战 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 帮助隋阳帝夺取地位的杨素之子杨权杆 因受到隋阳帝猜忌起兵叛乱 隋阳帝被迫撤军 614年 在平定杨权杆叛乱后 隋阳帝不顾内外危机四伏 又第三次亲征高沟黎 此时 农民起义在王博的影响下 已遍及全国 隋王朝岌岌岌可危 而高沟黎也疲于战争 最前史向隋阳帝请降 隋阳帝见国内农民起义已成辽园之势 无奈同意高沟黎的请降撤军而归 隋阳帝连续三年的三征高沟黎 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 争掉财务无数 大量士兵和民夫死于战场劳役 这不仅严重削弱了隋朝国力 也使隋阳帝丧失民心 从而加速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扩大 使隋朝统治崩溃 名存实亡 615年 隋阳帝班师还朝后 并没有权力去镇压农民起义 而是又出塞北巡长城 隋阳帝即位后就开始年年出巡 他曾三游扬州 两巡塞北 一游和右 三至卓郡 还在长安和洛阳间频繁往来 每次出游都率领诸王 百官 后妃 宫女等一二十万人 所经周县 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 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当这次隋阳帝北巡长城时 臣服于隋朝的东突厥 在其首领史毕克汗的苦心经营下 逐渐强盛 遂有了反叛隋朝之意 于是 史毕克汗趁隋阳帝北巡之机 亲率数十万大军 将隋阳帝包围在燕门城中 隋阳帝大为恐惧 抱着小儿子杨搞哭泣 眼睛都哭肿了 最后 隋阳帝向史毕克汗之妻 隋朝一城公主求救 一城公主派人对史毕克汗谎称 北方边境告急 再加上隋朝各路勤王园军相继抵达 如李世民的援军 史毕克汗无奈退军 隋阳帝得以解围 616年 脱险回到洛阳的隋阳帝 还没来得及喘气 就受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威胁 当时 农民起义遍及全国 主要有三支强大的起义军 即河南的瓦岗军 江淮的杜胡威军 河北的窦剑德军 其中 瓦岗军是三支农民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 他们在首领李密的率领下 直逼隋朝都城洛阳 而隋阳帝面对这种情况 命赐孙杨栋留守洛阳 第三个孙子杨幼留守长安 自己则率众前往江都避难 今扬州市 617年 隋阳帝的表哥唐国公李渊 在看到天下大乱 隋朝即将败亡后 遂蒙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 于是 李渊在晋阳起兵攻占长安后 拥立隋阳帝第三个孙子杨幼为帝 视为隋公帝 同时摇尊隋阳帝为太上皇 自己择领大丞相 独掌朝政大权 618年 隋阳帝来到江都后 面对李渊造反天下大乱的烂摊子 自赶末日降临 便心灰意冷 日夜都沉浸在生涩酒宴之中 并常常引进自赵说 好头颅 谁来砍他 但跟随他的大臣和士兵 多是关中和中原人 不愿意长居江都 都想回到故乡 于是 隋阳帝的亲信宇文化吉 利用士兵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发动兵变 将隋阳帝扬广一杀 终年50岁 在位14年 隋阳帝造成的天下大乱 是华夏人口从隋朝鼎盛时的近5000万 锐减到1500万 宇文化吉试杀隋阳帝后 拥立他的侄子杨浩为傀儡皇帝 但杨浩在位仅半年 就被宇文化吉毒杀 事后 宇文化吉自立为帝 定国浩为许 但很快就被河北农民起义军领袖斗建德击败斩杀 同年 长安的李渊在得知表弟隋阳帝遇事后 建称帝时机已成熟 遂逼迫隋公帝杨幼善位于己后 篡隋称帝建立唐朝 视为唐高祖 不久 在位仅177天的隋公帝杨幼遇害 年仅15岁 与此同时 留守洛阳的隋阳帝次孙杨栋 在得知隋阳帝死讯后 被王世充等洛阳七贵拥立为帝 视为隋墨帝 但杨栋只是个傀儡皇帝 军政大权都被王世充掌控 619年 王世充逼迫杨栋禅后自立为帝 定国好为政 两个月后 王世充将隋墨帝杨栋施杀 年仅16岁 再为一年 自此 想过37年的隋朝完全灭亡 此后 唐高祖李渊命起子李世民等人统兵 经过9年的统一战争 先后击杀河北斗建德 破降洛阳王世充等割据势力 以及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后 重新统一全国 从此 一个伟大的圣唐时代即将到来